主料,豆腐500克,火腿200克,绿豆芽200克,主料,蒜苔50克,蒜5半,干辣椒一小把,西香葱两根,色拉油二汤匙,鸡精少许,水适量,香油几滴,准备食材,豆腐一块,左摊火腿一块,豆芽适量,蒜苔少许,蒜,干红辣椒,香葱哥少许,豆腐切片,火腿切片,蒜苔切断, 蒜切末,干红辣椒切断,香葱切末,将豆崖桌水后放入奶内,平底锅内放入少许油,然后放入豆腐,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石成出备用,炒锅内加少许油,油热后加入豆瓣酱煸炒出红油,然后加入一半的蒜木炒香,倒入蒜苔继续煸炒,锅中倒入适量的开水或高汤,将豆腐片,火腿片倒入锅内, 大火煮开后放入适量的鸡精,关火倒入蒸油豆芽的碗内,将剩下的蒜木放入碗中央,锅内入少许油,油热后放入干红辣椒,炸出香味关火倒入大碗内,放个葱花点缀,淋少许香油就可以上猪了,烹煸技巧 一,豆瓣酱油热味,所以不用再加烟和烟,二煎豆腐的时候,一定要小火慢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